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坎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0年8月3日8点30分 北京时间2020年8月3日20点30分 我们一起把握大事赚大钱 咱们今天先看一下大事 大事呢还是集中在中美之间 中美之间的一次商业博弈上 那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在周末吵得已经不意乐乎了 我们来看这块 大家看我鼠标 就是微软 现在是要在9月中旬 说是要在9月中旬输购抖音国际版 抖音国际版 有的人说是跟抖音有关系 现在有点关系 但是会发现 如果我们上TikTok这个东西 跟抖音没有什么联系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啊 国内的咱们现在如果您手里 是华人朋友 当时不是华人朋友 可能也不听我这个中文的 那么 您把您的手机 如果您的Apple Store里头有 不是美版的 而是中文版的 您可以发现就是是下载不了这个TikTok的 你可以下载抖音 你下载不了这个TikTok 如果你去这个美版的 它是中文英文的动用下载 是分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程序 也就是说这个字节跳动 跟这个字节跳动 把这两块页部分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但是呢 现在呢 还是受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的阻挠 从目前来看呢 很多人都说九月中旬应当没有问题 但是呢 由于啊 这个 咱们这个这个可爱的老TikTok同志啊 嗯 比较个人比较情绪化啊 这个东西呢 确实不好判断 那么如果它能够被收购了呢 无论是对微软和 呃 无论是对微软还是这个 对字节跳动 可能都是一个 好的 利好的 那么微软虽然会在短期内啊 注意啊 短期内由于它要收购 它要支付一大笔钱嘛 现在说是收购500亿 当然这个对于微软来说 那个挺毛毛雨啊 这个钱 嗯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 微软呢 应当是有一部分现金流失啊 现金流出 因为它要给人付钱 但是它收收购了 走一整个的 在美国这块的一大块业务 啊 对于它来说 绝对是个利好 应当还有机会上涨 但是就怕这个中间 呃 出什么变数 嗯 而且呢 从目前来看呢 会不会中国政府出现反制 啊 我不太清楚 呃 原因是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一点呢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块跟 就是抖音现在的情况 跟呃 Facebook 有些人说说 Facebook不是中国也没有让 呃 进来吗 或者说是呃 像什么呃 呃 呃 推特之类的 都在中国没有业务 是这样 咱们就想啊 如果没有业务 那是意味着什么 那是意味着你修起了长城 对吧 就是你只是预敌 不让别人进来 而已 呃 更说况呢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呢 并不是说不让他进来啊 因为咱们 就是附加了一些条件 就是说你要进来的话 可以 但是你要配合我们一些的审查 啊 不愿意配合的话呢 你就别进来 是这样 这样呢 你期望 呃 这样呢 对于Facebook 或者是推特 他要说没有出来 他首先来说啊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中立的客观的 如果想做股票 中立的客观的 看来问题 不要人以于 你也千万不要说是 带着什么 一些意识形态的色彩 我我没有必要去 去强调这 我也并不是说是 啊 为 那个中国辩护什么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啊 Facebook 或者是推特 你没有出去的时候 你是没有任何花销的 那么 这个 TikTok出来的时候 他出海的时候 出海 是要有花销的 他能够有今天的业务 那很多的广告 是需要去推广的 那么前期的推广费用 本身很大 那么现在 TikTok整个 呃 把这个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这块的业务 侵蚀的很厉害 那么现在呢 就是 出现了 希望这个 美国 美国这块的希望 这个 开始 载出啊 就是猪壮了 该宰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跟 Bronk进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 因为一个是 有业务 一个是还没有 呃 一个是有支出 有成本 有支出 有前期的一些费用 那么一个是没有费用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养 养成了之后 啊 现在开始杀猪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 这个对整个的 呃 商业 就是整个商业上的运作 那 那么就是和 别人 对美国这块 的市场环境的安全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 另外 中国这块也会考虑 如果 任由海外 就是咱们一家 就中国的一家企业 在海外 被美国收割 那么会不会 其他国家也 叫防美国 来收割中国的企业 那么中国政府 会不会要采取反制 这都不好说 所以说现在 这两家 啊 因为那个 字节跳动还没有上市吗 就最主要的是 一 字节跳动 如果在香港上市的话 您不要轻易的打新股 啊 在现在这个阶段 如果他要在这段时间 去上市 第二 就是微软的股票 暂时先不要碰 因为这个消息 不见得能够兑现 啊 而且呢 跟 这些企业 类似的企业 就是或者有相关性的企业 我们要注意 特别是某一个 美股的企业 如果在中国大陆 有业务的话 我们也要注意一点 防止中国采取反制措施 我们会看 你关大使馆 我现在就关一个 呃 你关领事馆 我就关一个领事馆 啊 这块 我们要注意 中国做 如果要是像 复航自己的企业 在海外 进行拓展业务的话 那么他必然会采取措施 这个措施呢 我们不知道 轮到哪个企业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要立 如果投资美股的话 我们要立足于美国的本土企业 不要轻易的去做 呃 不要轻易的去做 就是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有 重要收入的 虽然这个会给他的 股票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会不必要 会给他的股票呢 呃 带来一定的数据 我们 要要看这个企业的性质 如果这个企业也是 类似于啊 TikTok这种 或者直接跳动这种 这种 偏软件的 或者偏 偏一些科技和商业模式的这种 这种股票 我们不要动 不是说 美国所有的企业在 在华的都 我们都可以 都不投 而不是 我们要要筛选 你自己 这就要看你的选口能力 你自己要去辨别 那这个跟大家非常强调的一点 第二个小题 我们看一下 呃 老的一个奢侈品品牌 啊 这个 嗯 Lodern Teller 这个事情 全靠破产了 啊 现在看不下去了 这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事 这是比较悲惨的事 嗯 过些日子 我估计啊 它不会彻底的被清算 那目前来看呢 好像是有人要收购它 啊 至于谁收购 现在很神秘 没有什么批处信息 啊 很很很很久了 这个消息传言 那么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如果我这块能够有什么消息 看到啊 因为现在能够收购它的呢 呃 我心里呢 有一个大概齐的一个范围 呃 但是现在依然判断不清楚 一旦我能够确定消息 我可以呃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前一段 咱们强调我石油跟这个航空板块是联动的 由于航空这块的萎缩 那么石油板块呢 就是面临着这个衰退 啊 石油板块还面临衰退 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说啊 呃 就是特别是精炼油这块 呃 跟大家说咱们可以与一些新能源的板块 石油板块呢 暂时先不要碰啊 暂时先不要碰 而且呢 呃 咱们专门有期节目 有人说是石油板块要涨到 呃 石油要涨到什么一百了 原油期费要涨到一百了 我说不可能啊 短期日也不可能 而且我说 个人消费是不可能足支撑啊 是不可能足支撑 那个油 这么大的油耗了 那么有些底下呢 还有些网友反应啊 呃 呃 我我我是能够接受不同意见 他就不同意我这个意见 就是说啊 个人消费起来了之后怎么会 我我明确跟大家说啊 飞机每飞一米的那个 那一脚油啊 比你的汽车 比你十辆奔驰车 那一开动十米的 十辆奔驰车开动十米的油 呃 那 消耗都大 而且它本身 航空燃油的标号 是咱们汽车燃油没法比的 啊 这种标号也不一样 所以说对于精炼油这块 是非常非常 呃 就受到 打击的啊 受到重击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现在呢 特别是特朗普选情比较落后 那么他能不能选上呢 嗯 这个也不好说啊 万一咱们第三季度像 真像这个 摩努钦这个说的似的 摩努钦就是财长 呃 美国财长说的是出现V型翻转了 那么呢 也没过老特呢 又能赢会点分 但是现在呢 比较差 咱们 呃 不太好判断 也不好说是老特绝对会输 啊 咱们但愿能够第三季度翻转 那么第四季度 我们手里所有的前期啊 布局的第一位股票 会给大家一个好的回报 那么第四季度 唯一准会迎来传统板块的爆发 那么科技板块呢 应当是进入一段红盘期啊 甚至会有一 会有一部分回调啊 因为 呃 复苏呢 整个疫情期间的对 科技板块影响比较小 复苏呢 那么对他的的充 呃 对他的这个提振作用也比较少 啊 这个我们要辩证着看 呃 另外一点呢 就是 这个汇丰银行啊 汇丰银行现在的 呃 整个的业务呢 是利润是比较滑坡 那么这上呢 华尔街报道的是啊 注意啊 华尔街报道的是 由于什么疫情的冲击啊 我明确跟大家说不是 就是因为 呃 那个 华为啊 华为大公主的事件 咱们不点名 因为防止 在国内播出的时候 受限 呃 华为大公主的事啊 咱们深圳 给他停了 呃 汇丰银行呢 很 多的时候啊 很多的时候 都是做的 大陆的业务 他当年的发起 也主要是做的 中国的业务啊 在清末的时候 他这么说才发起起来的 是从一家小银行 呃 变成一个大银行 那么现在呢 他整个利润下滑 也跟这个疫情有关系 但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大公主 中国把他的业务 大公主给停了 呃 我们注意啊 我们 注意 这个美元啊 这个美元 现在呢 有一个大幅的贬值 现在已经 跌破关口 一千多个点了 啊 一千多个点 现在92点路 呃 目前呢 正在逐步的修复当中 如果美国能够 在第三季度 微型翻转的话 那么我相信呢 美国 还得重回94啊 94点的这个 关口 那么他要回不来的话 那么对 整个美国经济的 影响会比较大 啊 因为整个这块呢 会被动的 有人卖出美元 引起国内的通涨 那么 咱们现在呢 这块 咱们现在这块 就盼着啊 美国第三季度 这块真能像 财长说的似的 能够有一个微型翻转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呃 很多部门啊 虽然 还是就是要保持 社交距离 但是呢 大家戴着口罩 也基本上 不太想关停 呃 也不太想关停了 啊 我认为呢 微型翻转呢 呃 可能性不大 但是U型翻转 有可能的 就是说 凭上两个月 到十月份啊 到新的财年 开始说 应当开始 逐渐的 服输 恢复 呃 最关键的 还是由于这个疫情啊 现在有点 不住啊 每每年这个 每每天这个 五六万 好家 最多的时候 七万 这个有点 杀不住车 但愿吧 啊 能够 呃 赶紧的平息下来 或者是 在第二波疫情的时候 美国能够走平啊 这个 咱们 咱们 跟老天爷 这个菜 确实是 菜不出来 啊 福奇都 就不说我了 那我们看啊 8月份 呃 标普 呃 标普500的期货 一开完 就开始进入了 大幅震荡 说明了 多空双方 问题呢 呃 很大啊 分歧很大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还是啊 中美之间 我们可以看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华尔街 时报说的 就是我很多 说的观点 其实我都是比这个 华尔街时报 要早 咱们可以回顾咱们这个节目的 那么中间的争议也比较大 那么后来呢 有的时候 华尔街啊 和纽约时报啊 这些大媒体爆出来之后啊 有的网友就给我 这个都提前说了 我当时 这个 跟您这还争论 我说争论是很正常的 这个 个人有个人的观点 但是呢 现在呢 基本上 都好像被我不幸言重了 都被我不幸言重了 我们可以看 由于这个震荡 就是由于中美观点 那么这个震荡 为什么说是中美关系呢 注意啊 注意 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套 由于TikTok这块 那么我还是那句话 很有可能 中国会出现反制 那么对于 这类的 在中国 就是 类似于TikTok啊 或者说是跟它相关的 科技相关的 在中国 有 上市的 或者说是 哪块 能够 让 美国的企业 感到痛 但是又不会阻止 美国企业 在中 在华 投资的 就是让它有这种政治担心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们需要去 去 这样的一群企业 现在要进行回避 我们不进行投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 我们来看 从技术面上来看呢 经过 这个 反复的震荡 他刚才看的是 这个 进入八月以后的震荡 然后 现在是进入上行 目前来看呢 注意啊 短期 标普 现在是有向下调整的动力 注意啊 是有向下调整的动力 并不是很乐观 那么我们 开盘后呢 估计有一小跌 开盘后估计有一小跌 那么这一小跌 能不能让多方 把这个空方的势头 给抑制住 现在不好说 那么起码我们开盘半个小时 先暂时不要进行 做多的交易 我们需要观察 我们需要观察 是否能够 转微微安 那么我们 得盘中再观察了 现在不好说 因为呢 目前啊 目前中期指标 还是继续向上攻击 但是会不会由于 由于短期指标 下杀力度不大 给杀住了 那么我们需要在开盘之后 一个小时之内 做出准确的判断 现在不好说 但是现在目前来看 开盘之后 半个小时之内 应当有一波 下杀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他没有 那当然更好了 但是我们 注意就是开盘之后 不要直接进行交易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SPXU 我们再来看一下 SPXU 那么SPXU呢 还是啊 越来越倾向于 越来越倾向于 向上的 向上的 向上的冲动 那么这种 向上的冲动呢 是一个中 长期的 向上冲动 那么中短期 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中短期 中短期 现在 在今天 开盘之后 目前来看 还没有 直接向上的动力 那没有直接 向上的动力呢 但是他正在 向上运行 我们 我们注意啊 我们注意 现在的量能 是越缩越小 他现在正在 逐步的向上 准备向上运行 那么做空向上运行 那么做多 就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还是那句话 我们 从另外一个 反向的指标 来看 目前 目前 开盘之后 半个小时 并不容易 并不是大家 想象的那么乐观 那么我们现在 拭目以待 能不能多帮 把空帮 尽量的砸进 那么有的 有的人 朋友就说呢 您为什么不多 分析一下基本面 我明确跟大家说啊 美股 很多地方都分析 都分析基本面 但是基本面 对于你做 炒中期表 或者你持股 有用 那么对于短期 如果您是做日内交易的话 那必须得要开 那么有人说说是 那么技术 应当是直接输给计算机 计算机应该比人的技术 把握的更好 是这样 因为技术呢 有各种的技术流 各每个人使用的指标组合 是不一样的 那么得出的结果也 就是完全不一样 有的时候真是 就是差值毫厘 不是实施交臂 而是实施千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即使使用计算机量化交易 得出来的结果 各个计算机之间 既有同质的一面 也有完全的差异 相反的一面 所以呢 我跟大家说 如果您是注重于短线的 特别是日内交易的 我们对于它的业绩来说呢 研究的就要少一些 反倒是应当去多关注一些技术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业绩 你说它今天就好 你看它今天亏着钱 那它今天怎么涨了 对不对 你说它盈利很好 盈利好 它怎么连续这十天都跌呢 这跟业绩没有关系呢 这跟业绩没有关系 短期的交易 基本上跟业绩关系不大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跟业绩关系不大 那么我们选择呢 往往就是选择一些呢 有盈利的 或者是虽然没有盈利 低位低价的 就是我反复像在前一段 跟大家强调的 我说航空 航空现在跌的都白菜价 为什么 航空是重资产公司 它现在跌成这样 那么你算一算 就能算出来 它的整个的股价 现在跟它的净资产 都不成正比 都不成比例了 它再跌的话 现在是 现在已经是美股 已经比它的净资产要低了 美股价格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恰值投资 那是 那就是一个中期 中期的投资了 因为航空 现在你获不到什么 获得不了什么 股权收益之类的 但是从短期指标上来看 短期指标 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说 Intel Intel呢 这块 前两天大跌 你说它就不值钱了吗 它就不挣钱了吗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前一段 就一直强调Intel 当时在讲Intel和那个AMD图 咱们当时就跟大家说 我说大家选AMD 这个咱们可以翻以前的节目去 也可以到我的群里去看 这个不是说咱们买后跑 咱们就是在这个两只股票 出来之前 在赌财报之前 咱们就已经说了 咱们要去看AMD 而不是Intel 第一个 Intel现在在个人电脑 就是给个人的感觉来说 它现在不如AMD 当然它主要业务 现在也不往这 也不往这走了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啊 从技术上来看 我们看Intel在这块 大幅拉升之后 这块已经横盘了很久 横盘了很久 而且在这块 我们可以看 是一个日线的M头 看 这是一个日线的M头 可以下来 那么日线M头 这只脚伸出去 这块是一个选方向的 那么选方向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去进行参与 它完全的跟AMD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AMD 当时咱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这个票 那么我们可以看 AMD这块 大幅拉升以后 我们看量能 而这块 你看啊 这块AMD这块 并没有进行缩量 而我们再看Intel Intel我们可以看啊 它这块大幅拉升之后 这块是一个缩量 量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而且这块形成一个M头 而 而超微这块 AMD这块 我们可以看量 放大 这块并没有缩 这块虽然 缩了一点 但是我们会看啊 这块的量柱 比这块的量柱 来说 并不是短太多 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 刚才Intel那块 都缩成是这样了 这个小范围的 而 它经过一个时间的 红盘整理 它一直是在 均线上方运 运行 那么 它就有一定的爆发潜力 所以说咱们当时 从技术上来说 选择了AMD 而没有选择Intel 这就是技术的魅力 如果大家希望 就是说 我讲一些这个基本面的 或者说是 关于财务的这块分析 咱们就没有时间 因为咱们这个一期节目 只是15到20分钟 咱们不可能放到这里 去做点 那么咱们争取在周末的时间 我给大家做一些直播的 也好 或者是录播的也好 就专门我拿出一个板块的几只股票 或者是一个综合板块的股票 我来给大家进行分析 如果呢 如果咱们网友呢 有这样的需要 到时候可以 给我留言 我会专门拿出一定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要是讲基本面 然后要讲这样的 要分析的话 基本上一节目只能分析 一到两只 一到两只股 如果我要给大家分析 整个一个就是板块 特别像有的朋友提一下 说说分析分析某一个板块 那么咱们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得有的 咱们再去单做这样的节目 那么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么下期呢是A股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